在这一边我要教大家怎样画square正方形 so假设呢 他在这一边 他已经有这两个点给我们了 他已经有AB两个点 然后他要你画ABCD这一个正方形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你那个圆规他在A开到B 量他的那一个程度 然后接着呢 你就直接在他上面这一边 ok 在他上面这一边点一点 ok 然后在上面这一边 你也点一点 这样上面点一点 然后过后呢 你在这一边点一点 ok 这样 ok 然后你再跟他连接起来 这一个就是90度 ok 这个就是90度 前提是他题目一来就已经给你他的这一边是有90度 ok 他题目一来就已经告诉你这一条线他就有给你这一条线是90度的 然后你接下来你就有哦这一边跟这一边一样长然后你就一直圆规都没有改他四边都一样长然后四边都一样长其中一个是90度剩下的都会是90度了这样 ok 如果假设他现在只是给我们一条线然后过后呢他只是直接给我一条线 ok他就什么都没有给他其实只是给了我一条线而已 ok 然后他要我们画一个啊编长为5cm的那一个正方形 ok 然后这一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编长5cm的一个 Stan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就是25cm ok 我在我的那个圆规这一边 我就插在0 ok 等下我把我的车放上来一点 我把我的圆规插在0那边 然后变成为5cm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 开到5cm这样 变成为5cm的正方形 从0开始这样画起 所以这个是5cm了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画 然后我画120度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 60 然后接着这一边120 我画120 然后过后我的上面这一边 我就这样 60跟120的中间 ok 就是90度 然后接着呢 呃 非常简单 我在上面这一边 点一点 哎呦 太大了 那在这边点一点 然后我的这一边 我把这一个连接起来 这一个是90度 然后过后我刚刚的大小 我不要移开 我不要移开 我就这一边再点一点 它的那个长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我就画到一个 编长为5cm的那个长方形了 正方形了 ok 这个就是一个编长为5cm的正方形 ok 在这一边 在这一边 我有这一个 这个编长为5cm的正方形 ok 所以它这一边 这一边 我其实只要画一个90度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是一样长 5cm 然后它就是一个编长为5cm的那个正方形 OK